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且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我想你也是一样 但我的记忆力似乎要比你好一些 你忘了 在那句话的前边还有一个词 喜爱 喜爱金钱是万恶之源 你说什么 汉森的嘴巴大张着 好像要吞下一条鲸鱼 真希望他赚钱的胃口能有那么大 是的 年轻人 我拍拍他的肩头说 圣经根源于人类的尊严与爱 是对宇宙最高心灵的敬重 你可以毫不畏惧地引用里面的话 并将生命托付给它 所以 当你直接引用圣经的智慧时 你所引用的就是真理 喜爱金钱是万恶之源 哦 正是如此 喜爱金钱只是崇拜的手段 并不是目的 如果你没有手段 就无法达成目标 也就是说 如果他只知道当个守财奴 那么金钱就是万恶之源 想想看 年轻人 我提醒汉森 如果你有了钱 你就可以汇集你的家人 朋友 给他们快乐幸福的生活 更可汇集社会 拯救那些孤苦无助的穷人 那么金钱就成了幸福之源 年轻人 手里每多一分钱 就增加了一分决定未来命运的力量 去赚钱吧 我劝导他 你不该让那些偏执的观念 锁住你有力的双手 你应该花时间让自己富裕起来 因为有了钱就有了力量 而纽约充满了致富的机会 你应该致富 而且能够致富 记住 小伙子 你虽是尘世间的匆匆过客 却也要划出一道人生的光亮 我不知道汉森能否接受我的规劝 如果不能 我会为他感到遗憾的 他看上去很结实 脑袋也不笨 我一直以为 每个人都应该花时间 让自己富裕起来 当然 有些东西确实比金钱更有价值 当我们看到一座落满秋叶的坟墓时 就不免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 因为我知道 有些东西的确比金钱宠高 尤其是那些受过苦难的人 更能深深地体会到 有些东西比黄金更甜蜜 更尊贵 更神圣 然而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那些东西没有一样 不是用金钱来大幅提升的 金钱不一定万能 但在我们这个世界 很多事情是离不开金钱的 爱情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最伟大之物 但是拥有很多金钱的情人 能使爱情更加幸福 金钱就具有这样的力量 一个人如果说 我不要金钱 那就等于是在说 我不想为家人 友人和同胞服务 这种说法固然荒谬 但要断绝这两者的关系 同样荒谬 我相信金钱的力量 我主张人人荒谬 我相信金钱的力量 我主张人人都当然应该去赚钱 然而 宗教对这种想法有强烈的偏见 因为有些人认为 作为上帝贫穷的子民 是无上的荣耀 我曾听过一个人在祈祷会上祷告说 他十分感谢自己是上帝的贫穷子民 我听了不禁心里暗想 这个人的太太 要是听到他先生这么胡言乱讲 不知会有何感想 他肯定会认为自己嫁错了人 我不想再见到这种上帝的贫穷子民 我想上帝也不愿意 我可以说 如果某个原本应该很富有的人 却因为贫穷而懦弱无能 那他必然犯下了极端严重的错误 他不仅对自己不忠实 不忠诚 也亏待了他的家人 我不能说赚钱的多寡可以用来当作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 但几乎毫无例外的是 你可以利用金钱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 你的收入越多 你的贡献也越多 一想到我已经使无数国民永远地走向了富裕之路 我便自敢拥有了伟大人生 我相信上帝是为他的子民 而不是撒旦之流 才铸出钻石 上帝所给我们的唯一告诫是 我们不能在有违上帝的情况下赚钱或赚取别的东西 那样做只会让我们平添罪恶感 要获得金钱 大量的金钱无可厚非 只要我们以正当的方法得来 而不是让金钱拖着我们的鼻子走 某些人之所以没有钱 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钱 他们认为钱既冷又硬 其实钱既不冷又不硬 它柔软而温暖 它会使我们感觉良好 而且在色泽上也能跟我们所穿的衣服相配 我之所以是我 都是我过去的信念创造出来的 坦率地说 自我感觉到人世间因贫穷而疾苦的时候 我就蒙发了一个信念 我应该是富翁 我没有权利当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信念变得有如钢铁般坚硬 在我小的时候 正是拜金思想神圣化的时期 当时数以万金的淘金者揣着发财梦 从各个方向拼命涌进了加利福尼亚 尽管事后发现 那场淘金热只是个圈套而已 他却大大激起了数百万人的发财欲望 这其中就包括我 一个只有十多岁的孩子 那时我的家境窘迫 时常要接受好心人伸出的援手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 她希望我能肩负起做长子的职责 建设好这个家庭 母亲的渴望与教诲 养成了我一种终身不变的责任感 我立下誓言 我不能沦为穷人 我要赚钱 我要用财富改变家人的命运 在我少年时代的发财梦中 金钱对我而言 不只是让家人过上富足无忧生活的工具 而是通过给予 即明智的花出去 金钱更能换来道德上的尊严和社会地位 这些东西远比豪华 气派的住宅和美丽漂亮的服饰 更令我激动不已 我的儿子 没有比为了赚钱而赚钱的人更可怜更可比的 我懂得赚钱之道 要让金钱当我的奴隶 而不能让我当金钱的奴隶 我就是这样做的